BB推出了钱包功能 第三次开放KYC以及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上组网 Timestop陆续通过会员的KYC申请 通过KYC的会员都很积极购买虚拟土地 Timestop也说过会在今年10月10日上组网 Hi,我是一本 很多参与Bnetwork和Timestop手机挖矿的朋友 希望一本可以讲一下BB和Timestop 一本就在这一期影片 分享这两个手机挖矿项目近期有什么更新 然后在影片的最后分享如何在Timestop购买虚拟土地 老朋友在观看之前先点个赞吧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这部影片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手机挖矿的话 任何人只是用手机下载手机挖矿APP 就可以开始在手机挖矿了 每天只是要花你不到10秒钟的时间 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点击一个按钮 就可以免费手机挖矿获得虚拟货币 免费获得的虚拟货币现在还没有价值 以后有多少价值就看这个手机挖矿项目 上了主网之后有多少和有多好的生态系统落地了 我最后一次讲BB已经是去年午夜 距离现在已经快一年了 那个时候是Bnetwork第一次开放KYC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通过KYC的 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Bnetwork更新了什么呢 3月7日 Bnetwork宣布用户突破1800万 虽然1800万个用户并不是全部都是活跃用户 但是这个用户量还是很惊人的 放在手机挖矿项目来讲 可以说是稳稳的老二了 有操作手机挖矿项目的朋友都知道 现在拥有最多用户的手机挖矿项目是PyNetwork 目前有3300万活跃用户 注册用户相信已经超过1亿人了 PyNetwork是手机挖矿APP最具代表性的大哥 可以这么说 如果PyNetwork成功 就会连带其他的手机挖矿项目APP 也有成功的机会 GameFi的王者Access Infinity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去年Access的价格暴涨之后 很多人就会很快去寻找另一个替代者了 而那个替代者的价格也会跟着暴涨 那如果PyNetwork成功了 你觉得可以紧跟其后 可以成功的下一个手机挖矿项目 会是哪一个呢 当然是老二啊 BNetwork在去年第一次短暂性的开放KYC 身份验证申请 我在那个时候有制作这部影片 手把手教大家如何KYC 如果你还不是很了解BNetwork 不知道什么是KYC以及不知道怎么KYC 可以先观看这部影片 在去年12月初 Minibor第二次开放KYC 这一次只是开放了10天 然后刚刚上个月底又开放了第三次 也只是开放了10天 这三次KYC都只能用护照 之前好像某些国家还可以使用身份证 但是最近的一次官方有说明 只能使用护照而已 那么你已经KYC了吗 如果你已经KYC了就留言B吧 目前的钱包功能还是测试版 BNetwork还要再完善钱包的功能 目前我看到的是除了支持以太链 还可以支持币安智能链 因为这里可以增加代币 可以看到有币安币和BUSD的选项 虽然是测试版 但是官方说了 现在币钱包支持的功能 是可以转入转出区块链资产 可以绑定其他的钱包地址 以及领取空投等等 功能和一般的去中心化钱包 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我们应该使用这个币钱包吗 我的建议是暂时不需要去使用 因为币钱包不像派钱包 有测试币可以试用 所以我会等可以映射BB到币钱包的时候 才开始使用 另外如果只是以去中心化钱包的功能来讲 市场上有很多好用的钱包可以使用 比如说Metamax小狐狸钱包 我也习惯使用了 Dapp去中心化应用程式 是在底层区块链平台延伸的各种分布式应用 是区块链世界中的服务提供形式 Dapp之于区块链 有些类是App之于iOS和Android 这个Dapp搜索功能 是专门让我们搜索各种去中心化应用程式的 我就试试看搜索一个普通的网站吧 YouTube 显示找不到Dapp 我再试试另一个普通网站 百度吧 还是显示找不到Dapp 现在我尝试输入世界上最大的NFT交易所 OpenSea 显示OpenSea的网站了 我就点进去看看吧 这里是说明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三方的网站了 自己要小心任何的风险 好 知道了 就点击继续拜访 现在我们进入OpenSea的网站了 我点击右上角这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连接钱包的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 这些是最通用的钱包 官方有说过B钱包支持WalletConnect 这里有WalletConnect 就意味着以后B钱包也是可以连接到这个网站的 那好 退出之后 我们再试试另一个Dapp Pancap Shop是币安智能链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Connect 这个Dapp也是支持WalletConnect的 试了几个网站 暂时可以总结 是可以连接钱包的网页 就可以在Bapp的Dapp搜索功能搜索到 没有连接钱包功能的网页 就不能被搜索出来 大家也可以试看看 官方有说过以后在这里可以打开的Dapp 都可以直接用B钱包来支付 希望以后有足够多的Dapp可以使用BB支付把 BnB的目标是在2022年的第三季度进入第三阶段实现组网 官方有说过他们会尊重在NFT游戏这个板块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Timestop Timestop是一个韩国的手机挖矿项目 在2020年10月8日刚推出 我们可以在Timestop的官网看看他们的创始团队 有三位是毕业于首尔国立大学的博士及硕士 创始团队有24人 都有在网页录联 目前Timestop还不能在苹果机下载 只能用安卓机下载 如果你是用苹果机的话 可以用好像雷电模拟器或者Bluestack的模拟器在电脑上模拟安卓机来下载Timestop和运行这个手机挖矿APP 我本身是用苹果手机的 所以我也是用Bluestack模拟机来下载以及每天签到的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Bnetwork和Timestop的账号 下载的链接和邮件码我已经放在下面的描述栏以及第一个留言了 10月10日被定为Timestop的日子 就好像Pinebook的派日一样 是有重大意义的日子 第一次减产也是于去年10月10日开始 时间币计划在10年内进行9次减半 去年10月10日以后 我们每天可以领的币就已经减半至每天12个时间币的67.2个时间币了 Timestop的KYC和Bnetwork有几点不同 第一 B的只可以使用护照 Timestop的除了护照还可以使用身份证或者驾照 第二 B的通过了KYC暂时还没有打开什么功能 Timestop的通过了KYC就可以打开转币功能 内转功能以及买地功能了 第三 B的KYC是全自动化的 所以很快就可以通过了 Timestop的KYC和Pinebook的KYC一样 是采用全自动化和人工验证的 所以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目前看来最久的 有些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通过KYC Timestop之前也只是采用全自动化的KYC 但是由于有太多假账号 还是可以通过KYC 所以Timestop决定采用全自动化加人工验证的KYC方法 之前通过KYC的账号也必须重新认证 一本就是之前已经通过了KYC 然后又必须重新做过 幸好是经过两个月的等待 终于在上个星期通过了KYC 我在之前这部手把手教如何KYC的影片有讲过 只要是我的下线通过了KYC 可以私信我 街图你是我的下线以及通过了KYC 我就会转50个time币给你 可是前几天我尝试转币给通过KYC的下线 却显示不能转币给这个国家的用户 我就以为是不是有些国家不能使用内转功能 就去Timestop中文群询问 管理员回答暂时只是支持内转给同样国家的用户 不能转币给其他国家的用户 所以暂时我只能转币给马来西亚的用户 如果你是我的下线 你已经通过KYC了 又是马来西亚的用户 可以通过加入派讨论群组来私信我 我会转50个time币给你 至于其他国家的用户请放心 只要内转给其他国家用户的功能打开 你们就可以私信我了 那么你已经申请KYC了吗 如果你已经申请KYC了 就留言Timestop吧 管理员有说过 提交KYC认证资料后就耐心等待 不要莫名其妙的重复提交 每次提交都会再次排到队尾等待审核 这是会延迟审核周期的 如果是驳回 首页会再现KYC 再点KYC时 下一个页面就会显示驳回原因的提示 按提示改正再重新提交就可以了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加timestop中文群 管理员回复得很快 也会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的 另外 官方也很提恤新加注的会员 从4月1日起 ActionKYC的资格标准 考询分标准将从200分降低到150分 然后从5月1日起 出群力将进一步降为110分 新加入的会员可以提早KYC了 不需要再等到200分才可以KYC了 官方已经公告说了 会在今年10月10日上线主网FeeChain FeeChain是timestop的主网名称 目前处于测试网阶段 FeeChain主网币有FeeB和TimeB 110个FeeB会开始空投 空投的规则会在6月28日发布 空投只是针对所有以KYC的会员 还没有KYC的会员是不能获得FeeB的 10月10日之后 可挖空的KYC账户注册将终止 以后只能注册普通账户了 不能再挖空了 只可以参与timestop的生态 至于FeeB和TimeB各别有什么功能 就要等官方推出新的摆笔书才可以知道了 只要你KYC了 就可以用我们的TimeB转去LTimeB 然后在Land随便一个城市购买DP来赚起利息了 接下来一本就会一步一步的教你 如何在timestop购买虚拟土地了 KYC真正通过后 点击下方的钱包功能 点击左下角的Stopping 然后点击下方的Request Stopping 将我们每天获得的TimeB 转换成TimeStop的通用币S Time 我前几天已经Stopping了 下一次可以Stopping的时间是4月6至2.06分之后 每个星期只可以Stopping一次 而Stopping的过程一般需要1到3个小时或更长 接下来点击下方的Exchange转换 将S Time转换为L Time L Time是购买虚拟土地的专用币 左边的是你要转的币 S图标的就是S Time 右边的是你要转成的币 我们点击这里选择L Time 这里输入你要转的数量 我就放最大纸吧 然后点击转换 这里说明了手续费是一个Time币 检查没问题就点击转换 接下来点击右上角土地图标的Land 先出列定位要购买的土地方位 我就选择南韩吧 滑动地图让箭头停留在南韩 点击下方的放大图标 你会追到整个地图上都附给了一个正方形 每一块土地上面都有一个数字 是这块土地还可以购买的股份 我们就随便点一块看看吧 我就选择这一块 然后点击右下方的购买图标 每块虚拟土地有4096股 这块土地还剩下999股可以购买 最初的土地购买价格是2021年5月16日的2000L Time 价格每天上涨一个L Time 现在每股的价格是2323L Time 如果你要购买一股就在这里输入1 然后点击购买 我要购买7股就在这里输入7 然后点击购买 点击确认 OK购买成功了 那我们应该购买哪一块虚拟土地呢 一般当然是买人多又繁荣的城市吧 我选择南韩 因为Timestop是南韩的项目 大家看看南韩首都首额周边的土地都是零 我们只能购买这块剩下比较少股的土地了 据说优先卖完的虚拟土地会优先开发生态 NFT或者元宇宙 所以拥有这些土地的人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收益呢 Timestop的虚拟土地除了每天在争执 每一股的虚拟土地 每一天还有一个L-time的收益 每周二系统自动结算一次 我们可以在钱包的转换功能查看收益 选择L-time 然后缩新 Timeline portal fee就是虚拟土地的收益 扣税10% 个人实得90% 那么你已经购买Timestop的虚拟土地了吗 那好 这就是我觉得需要更新给大家知道的Bnetwork和Timestop的消息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到你的话 就记得要点赞 分享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我是一本 我们过几天再见 拜拜